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電鍍 我們剛才講過我們碳棒電解瘤三銅的時候 哪一集會生成銅 負極對不對 你可以記住這件事情可以幫助你記事情 就是金屬在負極生成 負極會生出金屬出來 OK 所以負極生銅 那你的碳棒上就長了一層銅出來對不對 那你把講剛才有提示過的那個負極你放誰都一樣 你放碳棒你放鐵鑰匙你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改成鐵鑰匙就是鐵鑰匙上面會長出一層銅 所以我就在某個物質上面 讓他生成一層金屬 這個動作就叫做電鍍 下面名字要看一下要知道 因為考卷上會降血 我要在鐵鑰匙上面鍍銅 我想鍍上銅 所以銅叫做你鍍物 我想鍍的東西 然後呢 我是鐵上面鍍的銅 我鐵鑰匙要鍍東西 所以鐵叫做被鍍物 所以弄清楚誰叫被鍍物 誰叫做你鍍物 考卷上會降血 弄明白 OK 基本上我要他長出金屬 那是從電解質裡面的 金屬離子得電子長出來的 所以如果我要鍍銅 那裡面就要有銅離子 我如果要鍍銀 那裡面就要有銀離子 所以我們就說你採用的電解液或者說電解質 就要含有米鍍物的金屬離子 想鍍銅就要有銅離子 想鍍銀就要有銀離子 這也是有人會問的問題 問你說我要用哪一種東西 你就要看 我要鍍銅 看裡面誰會有銅離子 我要鍍銀 看誰裡面會有銀離子 OK 那麼基本上我們說電解 硫酸銅的時候 正極會生誰 正極會生癢 然後呢 整個銅離子會越來越怎樣 少 對不對 濃度會越來越低 你如果用這種方法 電鍍就麻煩了 因為你那個 電鍍就越來越稀薄 最後要把它換掉換成新的 實驗室很簡單 燒杯嘛 拿起來倒掉 可是工廠是一個大潮 根本不可能拿起來倒掉 你要用抽水抽出來的分具很麻煩 這樣做不好 這樣做不好 那 要怎麼樣做 改一下 改一下 把正極改成銅 把正極也換成銅 就可以改過來 改過來 OK 那我這裡寫要寫 電鍍 那如果你兩邊都用銅棒 就變成所謂的銅棒電解 瘤酸銅 我後面要講這件事情 也一樣 接正的叫做正 接負的叫做負 正極有很多的正 負極有很多的負 然後呢 就把它吸過來 然後誰作用 他講過誰會作用 銅磷子會作用 對不對 銅磷子會作用 那這個過去 誰作用 抱歉 這裡就不是這兩個作用 是銅作用 銅會變成銅磷子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一邊掉一個銅磷子 看一邊一個銅磷子跑出來 一定要一跑 一進一出 就有沒有差 沒有差 所以做完之後 電解液的 電鍍液的濃度會改變 不會改變 你現在還會問你的事情 那 你就不用換了對不對 一直用下去 那你說老師 那銅用掉 已經它會不見 你就把它抽起來 加一個新的放下去就好了嘛 這是很容易做 所以 電鍍銅的時候呢 第一個 誰在正 誰在負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一點跟第二點 正極會生成銅磷子 銅變成銅磷子 負極會生成什麼 負極會生成銅 銅磷子變成銅 我們叫你記得 我們要你記得前兩件事情 第一正極半反應 對不起 第一誰在正極 誰在負極 第二個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OK嗎 好 第三件事情叫做 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色還 變淺 對不對 正極質量會減少 因為正極就是銅都變成銅磷子 所以正極質量會減少 負極質量會怎麼樣 負極質量會增加 因為長出銅出來 顏色濃度呢 不變嘛 剛剛已經提示過不變嘛 因為 一個掉一個銅磷子 一個銅磷子不見了 所以掉一個 少一個 掉一個少一個 之後還是不變 所以呢 濃度顏色都沒有改變 顏色濃度都沒有改變 顏色濃度都沒有改變 這就是 我們的 所謂的電鍍 就是我們所謂的電鍍 OK 所謂的電鍍 好 等一下就告訴你說 那如果你把那個 負極也變成銅 他變什麼 銅胖電解 瘤栓頭 銅胖電瘤栓頭 這又是 我們跟各位 告訴你電鍍的情況 提示你一些該備的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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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